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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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 這集要跟大家聊的就是 幽酷 今天天氣不錯 難得 夏天慢慢來到了 昨天的雪剛剛融化 我看有沒有錄製 有 在錄製 就在那麼好的心情當中跟大家聊 為什麼我要停止我的YouTube 當 一個創作者 或者講 當一個錄製視頻 微微博 的視頻創作者 他就需要一些網站 所以當我開始的時候 YouTube當然是我的首選 因為比較方便 上傳各方面都很容易 然後國內我就選了兩個 那時候開始的時候我就選了Bilibili 從別人口中知道的 第二個就是幽酷 因為幽酷我用了很久 然後之後我就想同時運行這三個網站 YouTube Bilibili跟幽酷 然後幽酷跟bilibili 剛開始的時候我就想 我這兩個網站我會 停掉一個 不久之後當我使用體驗之後 我就淘汰一個 就基本上 在中國 我就專心經營一個網站 然後在外國 我就專心經營 YouTube 就專 要經不要多 然後當我 然後現在 就是最後我做了決定 就是把我幽酷給停掉 所以你看完這一集的時候 我不知道幽酷審核會不會通過 因為之前講bilibili上市那一集 幽酷並沒有給我通過 然後很正常 我也不吃驚 然後這邊我就從一個創造者來講 我在使用過程當中 為什麼我要停掉幽酷 如果你看我的岩石攝影 還有一些作品的時候 我沒有放在幽酷上面 所以幽酷只是我的視頻分享 像我視頻的製作 跟我岩石攝影 幽酷是沒有的 然後我只放在B站 跟我的YouTube 所以你們有興趣也可以去那邊看 然後這邊就講 在我使用去年7月份 我是同時開始把我視頻拍了以後 放在三個網站 這三個網站上 是同時去年應該是7月 是不是7月 大概6、7月這個巷子的時候 到今年 6、8、9、10、11、12、1、2、3 差不多8個月的時間 使用心得下去 我就更傾向於bilibili 有幾點是很好的 第一 或者先講 優酷不好的地方 我個人身為一個創造者 或者講 Creator或者是製作 視頻製作者 我發現優酷並不是太適合我 第一就是他的 他的那個tag 或者講他的字眼 他不能選擇英文的 然後有些 拍攝視頻 像你Apple Pay 你怎麼打中文進去 人家都是search Apple Pay 因為有些keyword 他search的時候 然後第二 就優酷 他的 視頻是有廣告的 或者各方面的經營很亂 就當我視頻放上去的時候 我不能有個playlist 或者把它整體化 比如說這個是我的視頻 這個是我的延時攝影 這個是我小視頻的製作 等等 不能可以把它分類 就是他放上去就放上去 而且他整個經營起來好像很混亂 如果你要尋找視頻的時候是很難 然後第三個就是 優酷跟大魚網站 又好像又分開 所以整個關係 內部的關係很混亂 然後大魚網站上面發布 還是優酷上面發布 和優酷發給大魚網站 就好像 到底他們兩個可能是同一個公司 或者可能是不同的合作 我不知道 但是整個使用起來就說 為什麼我在大魚網站上傳 然後已經成功了 優酷又不出現 然後就有很多很多 覺得混亂的內部關係 然後第三個就是 他的分類 他的分類不適合現在的視頻 像 Weblog 和日常拍攝視頻這種 他並沒有各自明確的分類 所以很多時候我都不知道 我要分類 是科學 我又不是屬於科學 演講 我又不屬於那種正式的演講 或者是 就日常的生活拍攝的分享 他是沒有這一類的 所以整個類別好像停留在十年前的視頻的類別 類別當中 但是今天的類別已經分別了很多 有很多種不同的類別 包括像日常的Vlogging 或者這種日常生活的分享的類別 它裡面是沒有明確的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 它的時間 因為很多時候我拍攝視頻 我是拍攝可能就拍攝三四個 然後就在B站的時候就可以定時間 定期發布 就比如說 我要明天這個七點 後天的七點 大後天的七點 大大大後天 大大大後天 後天的七點 會同時一個星期裡面 然後我上傳 但是發布時間 我可以自己 自我的模擬 然後把它的發布時間 定下太陽出來 現在你們所看的就是有ND的 然後優酷的發布時間 它只有24小時 哇這個真的很頭痛 就基本上變成 你要上傳 你基本上上傳 像我盡量每天更新的話 你幾乎每一天都要上優酷 上傳視頻 這個是很麻煩的一件事 因為有些時候 在沒有網絡的地方 上次我去到倫敦 在網絡很慢的情況下 我必須買數據什麼 上傳到優酷上面 哇這個真的是 基本上整個七個月下來 我發現我經營優酷的時間 如果是跟我經營 B站跟YouTube 兩個網站的時間還要多 就花在優酷的時間 時間是太多了 而我B站 我發現B站在使用上 雖然不是完美 但是它很多方面 或者講 雖然它的內容 跟我拍攝內容 還是有點的不同 但是二次元等等 我不太清楚 但是跟日常生活當中 也同樣能夠分享到 有個好的平台 分享到我的信息 當然YouTube是更加適合 因為它很多人 可以有機會做不同的東西 所以我個人就決定 放棄優酷的視頻發射 所以你們看這個優酷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 看不到就算了 因為如果優酷停止更新 所以從這視頻以後 我就不會再更新我的優酷 我就專注於我的B站 跟我的YouTube 所以如果你們要留言 要做任何東西的話 你要去我的B站 或者我的微博 底下留言問我 所以還有最後一點優酷 讓我覺得很頭痛的 或者是可以算是頭痛的 就是到現在為止 我已經申請我的原創 因為每個視頻我拍攝 都是原創的 肯定是原創的 除非你幫我盜版 幫我盜版 但是不要緊 所以回到這邊 既然我是原創的 我一直在申請原創的水印 然後B站很早 就已經給了我原創了 然後對原創作者的鼓勵 這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而優酷到現在為止 還沒有肯定我的視頻是原創的 可能我優酷的頻道還像是轉 或者是轉發的 所以這個就變成 我在優酷發布我的視頻 變成都沒有原創的水印 當然 雖然我是 這個就是對原創的一個肯定 或者是鼓勵吧 然後最後的 就是當你拍攝優酷 當你拍攝優酷跟原創的時候 你會發現 在優酷的視頻當中 他很少會推廣原創的 很多像我這種流量很小的視頻 但是B站有一點很好的 就是他會一直在推 一直會 Epic在那邊等 OK 然後在B站的時候 他就會一直會更新 幫一些比較年輕的視頻去推 做去創作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把我的優酷給停了下來 所以你看這一集的時候 優酷就是最後一集的拍攝 好 這個就是今天太陽也出來了 錄了也差不多了 我要去喝茶了 下次再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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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